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的汤小康都一蹶成名 令到这位马来西亚创作人 在台湾走红 情非得而红了之后 真是我人生的第一桶极 香港台湾都很多歌手 玩过写歌 我是一个不停地求进步 和求重新的一个创作人 就是我会写很多不同类型的曲风 书情歌 rap 血 hop 摇滚 我自己的创作 那个身价是有一定的价值 如果我那时候很想写 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十分钟我就可以完成一首歌 马来西亚创作人汤小康 在01年凭着情非得已一炮而红 获得全年最受欢迎原创金曲奖 几年间 他成为台湾只手可热的音乐人 我记得小时感觉你的温柔 真的有点偷不过情 哦哦哦 流星飞拍第二集 金仔啦 就来到我家里找我 喂 帮我写到一首《情非得已》 我说没有就写不到 他去我的电脑找了我的歌 也没有一首满意 我就拿回吉他 就同样弹回《情非得已》 一模一样的《情非得已》 我就哼了《绝不能失去你》 他听完之后就说 喂 这首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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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baby baby 我却不能失去你 《台湾娱乐圈》 竟然要找我们四个 一个就是我 一个就是周杰伦 一个就是小安 那时我和自己说过 如果将你有一天我可以四个 给学友唱 我应该会很开心 我真的成真 我不哭泣 我不相信 只要给我用吧 就可以 我写过两首歌给学友 《趴在哪里》 那一首唱片的主打歌 那另外一首是 Let me go 原来我说的事会发生 我一天可以写歌给你回 刘德华多好 沿路就这样出来 《月老他看不到他听不到》 《你自己幸福》 《自己去找》 《别等到面了》 《才发现我的人望》 《陈慧霖》 我也有跟他合作过 《小春》也有 《苏永康》 作曲费台币五六万 算是很厉害 加上十几万 如果一首歌变成主打 又连上去卡拉OK的话 更加多 台币可以去到几十万 所以连续三年 小康也是马来西亚版权协会的 最高收入创作人 他本身来自一个小镇 懂得耕装 小学还未毕业 甚至不懂乐谱 小时候我不喜欢读书 每次考试都包括 有两科是我最喜欢的 第一科是画画 第二科是音乐 老师就说 这两科都是艺术科 没有前途 我去了戏剧八 看他们怎样做大戏 我自己也有亲身下去 做些小镇 晚上有一段时间 是唱流行歌 在台上表演 感受台下给我的掌声 和欢呼声 爸爸是有点担心 跟我说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这样做 我也支持你 我朋友问过我 如果你想做一个歌手 以你这样的条件 是不行的 因为你真的没有张好友 那么唱得 你也没有落得 那么厉害 没有黎明那么高 也没有郭富城那么跳得 就是浪费 不用想想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生得不太好看 但我没有放弃追求梦想 那我就去买了一把吉他 买了一本很简单的核选谱 开始练习 挺好玩的 那时候就写了人生的第一首歌 和宝贵 趁着吃饭的时间 就捉了同事 坐下 我想发表我的作品 可以听一下大家 听完那些表情 不知道要给我什么反应 就是想赞你又不行 又赞不乐巧 但是想哭你又不好意思 他们的面全是五官 好像是两名一九 一次 两次 三次 其实真的跟我说 你不要再玩了 没所谓 我再继续努力 錄很多苦工 活听很多流行曲 《黄情水》 《敏别》 这些都是东士期最红的歌 我真的研究 为什么人家写歌 可以写得这么好听 可以这么流行 目标就和我自己讲 将来我一定学到 像他们那样 可以写到歌 给那些天王天后唱 小康没有想过这个目标 在他三十出头就达成 他一直刻苦创作 辰转之下 认识到歌手毛继言 还在1999年 带他去台湾发展 娱乐界里面 有两大发展地点 大家都知道 一是香港一是台湾 香港是专制做天王天后 台湾就是制造的创作歌手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我可以做我个人专侵 一片功名 我住的地方 房子就像酒店式的套房 大家的窗口 对面就是训练 其实我很害怕 开灯 身边说 不知道什么佛像可以的 就拿一只放上去 每天都睡不到狗 我整个人很瘦 公司下单 每天都要创作一首歌 吃饭 睡觉 我都没有出去玩 什么都没有 病在我家里 流星花园出了 有一天我陆街 去买饭吃 看到电视播 流星花园 为什么唱了我这首歌 哈林唱了 净非得意 他出的那张专辑 主题歌是海啸 海啸也是我的作品 写了很多歌 卖给了很多大牌 我很开心 觉得自己苦尽这么久 到有一天我跟公司说 我的工作证快过期了 他快点帮我申请 老板不知的人去哪里 没有人找到他 拖鱼拖拖拖过期 有一次我回到马来西亚 过年 想回去工作的时候 就进不了台湾 在海关上被海关人员 骂到流足了整个小时 所有的人都看着我 我就头哭哭 那时还很难过 我说为什么公司 不看重这种东西 心情真的 好像在一个高楼 跌到谷底 小康租帝界出境 一年之内禁止踏足台湾 在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 好像一刻之间失去一切 回到KL 他好像变了另一个人 这边的媒体朋友也接受不了我 因为那时我的样子 很黑的 很瘦 写过这么多歌的人 是这样的样子 我只不过是一个 懂得写歌的流氓 其实听到很难说 不想取访你看又不行 因为你这首歌太红了 我开始沉迷那些 猪鹏狗友 夜夜喝酒 扑夜店 扣女 开车 去棚开一下 所以整个月露天 那时都觉得我很虚 去夜店 每个人都当你大哥 因为你会花钱 每晚都花几千元 每天都最少心死之手 我觉得很威力 每个桌子都没有什么人 我们一开酒 那些女儿是这样飞着来 甚至喝水手 带回那些女朋友也好 都不算是女朋友 那些玩笑的 为什么跟着我回来 生回来很厉害 我享受那些虚荣 我发觉到其实填补不了里面的气氛 这段日子 小康靠板穗 出秀唱歌 做电视节目嘉宾维持生计 不过她心底的黑洞 仍然越来越大 直至有一天 一位DJ朋友请她看show 冬督笑 哇 好啊 近期心情不太好 你笑一下也好 想这些什么 但是不管 总之去吧 免费的 真的坐满了所有人 在马洛西亚 去到之后才发觉 原来是一个报道会 还被安排坐在第一排 左边应该是媒体朋友 能不能走 一走 人家一拍照 就说我 不尊重错有错着 哎呀 蹭到底了 那一天 林烈龙牧师在台上所说的每一样东西 我从头坐在那里笑到结束 我小时候去过教会 其实我很害怕她 因为牧师牧师 没有土的老师 听了诗歌是很传统的 Hallelujah 为什么这人说话 可以这么幽盟 我真的听得明白 原来我生里面 生命里面 这么多不平安 和这么多空虚 是因为我 我找不到一个真真正正的爱 原来就是耶稣 谁想想耶稣出来 将这份爱带回家 不可以出来 出去就一定很没面 但東詩歌一唱 有一種很感動很奇怪的能量 就很自然地走出去 我的心就像一種很汪的感覺 好像被人擁抱 好像媽媽抱著你 即是乖啦 即是你回來了 你很累 我的眼淚流下來 我的心裡突然覺得 我好像被截立 我是一個罪人 我不完美 我做錯很多事 我甚至乎是一個很自大的人 但我覺得耶穌愛我 那天晚上我就像一台電路 重新啟動 整個人輕鬆小 2009年 小康開始踏足教會 慢慢有機會開演出站台 唱歌分享 不過信仰的路 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 我的祖像就跟我說 喂小康 既然你都洗了禮 不如不要吃飲 我可以幻想太過 沒飯吃沒所謂 沒飲食會死 我整天打開來看 裡面只剩下心支 現在我整天吸煙一支 然後三點多四點 下午茶最吸煙一支 晚上晚餐最吸煙一支 我就決定戒煙 我拍攝很搞笑話 如果你真的戒煙的話 我戒煩 聽上來又好笑又很生氣 心裡暗暗地和耶穌祈禱 我說耶穌阿 罪我不能罪你是無所不能 你幫我吧 我想介意 十三歲開始就吃 吃到我認識你為止 我都在那裡吃 我試過用我自己的方法 最多都是半年 牧師跟我說 祈禱以求償 神會提令你經歷過這個痛苦 其實那一生命我很辛苦 試探你 我經過便利碟 好像有一種魔力吸了我進去 看著那個煙仔櫃 我說很多煙仔 我學好東西 我說博物園 你想買甚麼呀先生 我想買糖 整個教會為我這件事祈禱 三天之後 很奇妙的 我發生 我的頭腦裡沒有煙這個字 2009年戒煙 到今天 我沒有吃過一次煙 小康的創作生命還更上一層樓 由以往只是音樂創作 他還撿到拍戲 首部作品《愛存在》 更是2015年澳洲國際影展 榮獲推薦影片大獎 愛是不動怒 不自誇 要相親相愛 凡事感恩 認識主之後 我才發覺 原來上帝給我這樣的恩賜 不只是要讓我寫流行曲 給我一個機會 為主來做一些事 那時候我決定寫詩歌 有一年我記得我去台灣服侍報道會 完了之後勝利感動我 要我寫一首歌 令到那些剛剛信主的人 更加感受到 耶穌的愛是好真實 你是有福的 在耶穌基督裡面變了 唯獨真心上帝此一道 愛祂的人就說 你又 福了 我是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我是在寫我自己 神如何帶領我 醫治我 你又 福了 我回到家裡突然間有一種感動 很想寫一首歌給我爸爸 缺少了一些罪名在一起 那又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說 那就是那位平凡的爸爸 你是為我們 絕敗的童話 那長照著說 同樣一句話 別太晚回家 寫了這首《平凡爸爸》的時候 我自己在那裡彈唱唱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會哭 覺得自己小時候太不懂事 做錯了 太多東西了 令到我父親很擔心 但很奇妙 我寫完那首歌之後 我腦裡很多畫面 我便把整個故事告訴牧師 牧師聽完後 自己也很感動 自己也在他陸下 那牧師說 製作一部福金電影吧 可以存在 這部造品是真的說 一個父親 如何去寫記 喜愛他的女兒 就好像我們的上帝 如何為了愛我們 犧牲了一個女子 剛剛都拍完了另外一部 講一個地產王的女兒 很缺乏愛 她覺得我老爸這麼有錢 放肆自己 到有一天她是由開始 很囂張 都在陳重演裡 如何和這群人相處 令到她感覺愛在人間 拍一部 可以令人看到愛 和看到教育 和看到正能量的電影 比拍一部 即得淡笑的電影 要創作最流行的情歌 小康曾經不斷尋愛體驗 到今天終於懂得愛 縱使不再投身流行樂壇 她知道一樣可以發揮影響力 雖然我現在還在娛樂圈 我和自己說 我想做的事是 可以在我的音樂 甚至乎在我的電影 見到神的愛 失戀情歌太多了 不需要我做 我只要做些 可以令到別人聽到希望 以前寫歌 就想喝酒 你沒有失戀怎麼寫情歌 越悲慎越好 其實帶出來的都是負面的信息 現在不太喜歡 現在如果我要寫一首情歌 或者什麼都好 我會祈禱 我相信只要是你想我寫的 出來的那首歌 就一定會感人 我現在有一個很穩定的愛情 我之前有寫過一首歌 我愛就寫在這裏 別哭了 快呼吸不得了 謝謝她放肆了 她讓你明白了 算了 寫出我以前 對愛的看法是 我的感覺 現在的愛是 你要去經歷 你要去建立 你要去付出 我是恆久忍耐 愛是包容 愛是不嫉妒 不知狂 我希望未來 我可以和我身邊的外人也好 我家人也好 我可以走神的路 為世界做功和義 做好我們自己的辦法 小康說自己奇貌不揚 做不到歌聲 其實他的音樂才華 由過往到現在 都備受肯定和賞識 也都為流行音樂界 作出過不少的貢獻 可惜當他在台灣發展到一飛衝天的時候 因為工作正過期而被迫遣返 音樂事業就此告一段落 回到KL 每晚喪浦喝酒 罵醉自己 在迷失的日子 一位朋友邀請他看《洞督笑》 去到才知道原來是報道會 牧師的幽默風趣 打破了他對教會負面的觀感 祈禱的時候 他感受到耶穌的擁抱和接納 他形容自己的生命 好像reformat那樣 可以再站起來 可能你都好像小康一樣 看望人生可以reformat 重新來過 我鼓勵你找耶穌 聖經說 主的恩典救我們用 因為祂的能力 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請你跟我和耶穌聊幾句 親愛主耶穌 我覺得我的人生已經走到盡頭 偷偷碰著黑 做什麼都做得不好 我自己幫不到自己 但我相信 你不會放棄我 唯有你能夠幫助我 我現在打開心門 邀請耶穌 你進入我心裡 做我的救主 求你釋放我 求你將盼望 將能力賜給我 能夠走出憂谷 重新做人 多謝你愛我 主耶穌 今天小康知道自己 所有的才幹 都是耶穌所持的 他很想回應這份愛 於是開始創作詩歌 還拍福音電影 希望更多人認識耶穌 CBN一樣持守使命 很想和你一起經歷 歡迎你打來CBN關為熱線 號碼是3188-3803 你也可以透過以下的方法 和我們聯絡 如果你願意與CBN同行 請你參加CBN拍著撐計劃 用金錢撐著CBN 和我們齊齊發掘 最貼地 最動人的生命故事 實行一人一故事 拍著撐香港 你的留言一直都撐著我們 好像早前有位觀眾 在WhatsApp這樣說 我看星火松言65集 我的色彩人生 阿欣很像我 小時候很自卑 多謝你們 有不同人的故事 才可以令到我們正面 感動了我繼續回教會 很開心星火飛騰 可以鼓勵每一位觀眾 CBN一定會繼續努力 拍更多 好像小康既精彩 又激勵的生命故事 請你立即追蹤 CBNHK的YouTube頻道 和CBNHK的Instagram 還有星火飛騰的Facebook 這幾個地方 都是我們最新發布影片的平台 請你緊貼CBN 多回應 多讚好 多分享 和CBN拍著撐 祝福更多人 他為這一隻羊歡喜 比為那末有迷路的九十九隻 歡喜還大 來吧 請你緊貼C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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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緊貼CBN